是相无相 刚才讲了 提 只相是提 自信 自信能生能现 又无不相 那就是所生所现 他能现一样 这个不好读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这些地方 我都用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局势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手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现在屏幕里头 那我们要问 屏幕是实相 现的是妄想 这真相跟妄想怎么分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分开 那这个画面 离开屏幕 它就不能现现了 所以现在屏幕上 它绝对不是屏幕 它跟屏幕毫不相关 你真就是真 忘就是忘 怎样把这个信息 妄想灭掉了 你把频道关掉 立刻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真相里面 能现 无量无边的思想 那频道多吗 你随便看哪个吗 你不看它 就恢复原来的本样子 这样 无相 无不相 屏幕是无相 里面频道里的是无不相 这是我们每天面对的 所以 看电视会开悟 你要能这样子看法的时候 你就开悟了 了解什么 真忘不二 那真不是忘 忘不是真 但是真忘不二 那真在哪里 真在忘里头 忘在真里头 这个参悟了 这个参悟了 只开悟了 所以电视 你会看电视 跟念华严谨 哪有两样的 没有两样的 就是你不会看的 你看到全被里面的动作迷了 那你就糊涂了 那你也能在看电视里看出真忘不二 看出凡所有相皆是修外 你不就大车大乌了吗 那什么 那电视 跟华严谨什么连样 跟无量寿经也没连样 看电视在修复 会看的人就成佛了 成菩萨了 不会看出早夜 心里都跟他转 他笑你也笑 他哭你也哭 在那学些啥道盈望 那不就搞得多地狱去了 所以佛经在哪里 没有一样不是佛经 大方光佛华严在哪里 无量寿在哪里 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 没有一样不是大方光 不是佛华严 那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是金从哪里出来 金从石像里出来 就佛讲的是石像 下面说无像 无像者立一切虚妄之像 无像就是立像 那有没有像呢 有像 为什么叫无像呢 心里特别有像 我们眼前在看电视 电视有没有有像呢 有像 可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 这个像是个幻像 不是真的 是假的 你对于这个 屏幕所现的这个色相 你不分别的 你不分别不执着 你没有执着 那就是修阿罗汉 没有分别 你就是修菩萨行 要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是修 也成佛法 诸位真的学会了啊 你每天看电视 就在那里修行 你是修 阿罗汉 还是修菩萨 还是修佛 那不会修呢 不会修在那里 修仁天 修阿修罗 修畜生 我回地狱 都在一念之间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在电视里 学习那些杀到阴望 那就是三无道 你在学三无道 你一看到电视 这是好的 善的 你说我要跟他修 那不好的 我要改过自新 我有没有 我要有的时候 我不能跟他一样 那就是人天啊 那都不执着的时候 就是阿罗汉了 都不分别是菩萨了 你看看 同样在看电视 每一个人成就不一样 有人看电视 成佛成菩萨 有人看电视 看到地狱去了 所以中门 祖师大的 常常问学生 问一句话 你会吗 这句话意思 无量的声光 意思 你会吗 你会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不会呢 不会到山土去了 离一切虚妄向 是叫你心里的离 不是叫你四上离 四 未当爱 四四无爱 心里可没有 永远保持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 这是成佛之道啊 四为什么 四是假的吗 是虚妄的吗 你不需要离他吗 你把他当真 你就上当了 你就错了 你知道他是虚妄的 只要你不执着 不分别 不惜心 不动念 什么词都没有 那就是 如来应试 祝佛如来到世界来 他就是这样的 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确实 没有齐心动念过 他在形式上 跟我们没有两样 跟我们活光同臣 实际上 他们也齐心动念 菩萨跟我们在一起 虽有齐心动念 他没有分别之处 从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体会 他境界 前身不一样